欢迎大家来到家国生活 今晚是星期一 星期一是温哥华时间 温哥华时间当然是我们的主持 Pius Chen Norman Song 但是今天是人才仔仔的 Heisner龟队 Garry也有参加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嘉宾 这个嘉宾当然对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Eric Eric差不多每三个月 都来上来和我们谈谈 关于温哥华的地产问题 Eric如果大家不记得 他就是我们加拿大 温哥华的地产市场里面 一个很资深的营业员 他当然对温哥华的地产的 认识就很足够了 他就是我们一间 比较大的地产公司 Sutton First West的公司 今天我们当然 希望Eric和我们谈谈 这几个月 温哥说地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下半场 我们谈谈指望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这么渴望Eric和我们谈谈呢 大家都知道最近 利息一直都继续加 美国刚刚都加了息 加息当然我们觉得 对地产就会有些影响的 我们还没说之前 Eric是有些资料 和我们准备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ric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的理念 我有些数据 或者麻烦 Albert帮我们分享 你可以分享 你按分享就可以了 还没得 还没得 应该 应该 对不起 应该可以了 OK 那或者Eric和我们看看 有什么资料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这个资料呢 当然很多 但是Eric 我想这次和我们说的 都是这几个月 那个交易的问题 Eric 是的 那我们地产局 其实有些数据 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个数据 因为呢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一个分析 其实市场是怎么走的 嗯 很多时候 譬如说很多朋友 或者其他经纪 都说自己个人的想法 但是如果是看数据来说 就比较容易推断一点 因为数据来说 永远是 我们说don't lie 那我们先看看 这次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今天呢 其实是6月17号 那所谓的数据呢 其实是2022年 就是刚刚5月份 上去的数据 上去的数据来的 那这边有几个 有个数据 那比如说DETAGE 这边呢 有Active Listing 有多少个是 就是在市场 是卖的了 那这个是温国地产高 那就是4,337间 那里面 793间是卖了的 基准价是2093,600 那通常平均卖屋的时间 就是19天的 所以都不是太长时间的 Townhouse来说 1463间 卖了520间 基准价是很厉害的 这家是114万一个 基准价的Townhouse 平均售出的时间是14天 Apartment来说 就有4200间 那Sales呢 就是卖了1,600间 是最强的 这个市场里面 Benchmark price的基准价 就是779,700 那也是平均售出的日子 16天的 那基本上都是2至3个礼拜 就卖了的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其实 比较在2021年和2020年的5月份呢 我们都看到了 2021年当然是一个好的市场 那卖了4200多间 那我们刚刚这个月呢 就卖了2918间 的而且那个量呢 是少了很多 是31%的 那就是看一下Sales to Active Listing Ratio 就是一个 那个售出的比例 如果是detect home的话呢 通常就卖在100间里面 18间会卖出 Townhouse来说 就是35% 如果是Apartment 其实都是很强的 都是38% 那总共来说是29% 所以每三间里面 大概有一间会卖出 那我们看 根据5月份的地产局 那个数据分析呢 其实总结来说 其实就 除了这个利息的上涨 市场的买家 就想 需要多些时间去想的时候 那些两年呢 就卖家其实都是一个hot market 来的 今年的春天 其实呢 就平衡了很多的力量 比往年来说 那卖家更多的时间去减房 还有太空的政策 也是可以做更多的调查的 那个 住宅的销售总量 刚才都讲过 大家 那就2918套 比上个月是减少了 9.7% 如果是比2021年呢 就减少了3.1% 那就低 其实是低过 过去十年的五月份 平均销售22.9% 的 挂牌的数量呢 其实呢 都是有些变化的 但是就不太多 如果五月的新挂牌 6377套 那比上个月呢 是多了4.4% 比2021年的五月份 是减少了10% 的 五月份的总体挂牌呢 有一万普 那比上个月呢 是增加了13.8% 但是就比2021年的五月份 是减少了8.8% 的 受挂比是29.9% 那种 那种类型来说呢 独立屋呢 就是18% 联牌就是个 Towns呢 就是35% Towns呢 就是38% 那通常来说呢 如果是一个 受挂比在长期 低于12%那时候呢 就会对这个房价 造成下跌的压力 那这个一直以来的数据来的 那我们如果是 那个数价比 在连续几个月 超过20%的时候呢 那会防价造成的 上涨的压力了 基准价格呢 在大湾来说呢 就 所有的物业平均的 基准价格是126万1千 那比上个月呢 就是四月份呢 137万 是降低了0.3% 就不是很多的 但是呢 就比去年的五月呢 增长了14% 其中呢 独立就卖出793套 那比上年的五月份呢 是减少了44% 基准价格是209万3千 那比上个月呢 跌了0.4% 还有比上年的五月份呢 增长了15% Towns来说 卖出了520套 比去年的五月份呢 是减少了35% 基准价格是114万1 那比上个月价格呢 是低了0.6% 但是就比五月份呢 增长了21% 如果是partman来说 那就卖出了168套 那比上年的五月呢 就是减少了21% 基准价格是779,700 那比上个月呢 是降低了0.4% 而是比去年其实五月呢 那价格都是增长了15% 那平均售出的千数 刚刚都跟大家说过的19天 是Single House Town House是14天 然后是partman是16天 那我们或者看看 我们下半年的市场变化的推断先 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下半年的市场 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那第一就是 如果是对市场直接想 快速影响的利率呢 那就是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对市场 有着长期稳定的影响的供求 如果在利率方面 6月1号举办的意识上面 央行再加了0.5% 那完成了今年的第三次加息 那已经 那在央行公布2022年的计划来说 央行就决定2022年 还会加息 6至7次左右 现在已经完成了三次了 那预测下一次加息 大概7月13日 那可能会是高达0.75%的 那除了隔夜这个利率 升至2% 就去到2.25% 那以这个速度来说呢 去到2022年代呢 利率可能去到3%以上 那黄家银行的经济学家 都说过了 如果是央行继续是 算利率回到2%的话呢 翌年加拿大的家庭平均的债务 将会加到差不多 2,000元加元 那如果是3%的话呢 那当然就会更高了 那我们今年3月至到现在呢 其实短三个月里面 这个基准价格 其实提升到1.25% 都已经 都比买家一个 一个负担的压力 那如果7月再升2.75%的话呢 买家可能会在价格上 会选择的时候 会更加紧张 那这一点里面 其实销售量 都会有所体现的 除了一连串的利率增加 房价会继续缓和 不过如果是 在卖家的环额贷款的压力上面 会继续增加这个基础 那有卖家呢 就在年底的时候呢 就会 例如 抢不到那些 multiple offer 卖不到房价 那现在的利率就上升了 价格反而下降了 那贷款压度其实也是降低了 那其实也是卖不到屋的 那所以其实如果 除了现在这个房价在下半年 会有下降呢 那买家 尤其是说那些干需买家 就是必须买的屋 比如说自住的家庭 那在综合口里来说 有利率 贷款的金马 和通过盘平等的其他双数 会有个更加好的选择 在供求方面呢 其实在疫情过后 加拿大移民部 都做了一些很积极的移民政策 那根据加拿大移民局 那个CIC News 在讲的一份报告 其实去里面就说 最少有50万的新的永久移民 国贼学生 和临时外国的工人 会在这个夏天进入加拿大 那加拿大政府也曾经说过 2020年到204年的 加拿大移民目标计划里面 那也制定了今后三年的移民目标计划 那平均每年有45万 今年的配额目标是43.2万左右 那目前来说 将会超前去完成的目标了 那除了大量的新移民 会拥入 荷毛移民 其实都会增加这个房秘产的需求 也都对市场会带来影响的 那此外就是有目前市场处于一个回调的状态 那很多开发商在推楼回新盘 即是新楼的时候 都很多很谨慎的 甚至要hold住就不卖 那等市场稳定些 稳定些再放盘 那这也都影响了住屋的 就是大家给大家选择的供给了 那市场来说也有大量影响 那毕竟开发商其实目的都是做生意 那他们在地价建筑财力方面 也都上涨了很多很多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 就是都要看清楚一点 那所以都会更加周长一点 长期来说 其实供求问题呢 如果解决不了房价 其实都会下降的 那很多谢Eric 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料 或者我们今晚呢 就逐一逐样呢 就去慢慢消化一下 那我们首先讲一讲呢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那个价钱的问题 大家最担 最关注的 就是你刚才展示给我们看 呢 其实就是 没什么点跌的 就是无论是 屋啊 townhouse啊 城市屋 或者这个condo 都是没什么点跌的 那就是 就是说呢 市都其实因为虽然是很慢 但是为什么 就是 市场没有跌得这么快呢 那 其实我们做房里餐这一行呢 很多经验 都面对了很多的 每天的生意流动 也都面对了很多客户 那我们基本上呢 有买家和卖家 这两点去体会 买家当然就想买便宜一点 买家的话 当然就想买得高一点 很多时候呢 其实温哥说 我们的市场呢 甚至跟温哥 多人多那边东岸 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很多那些 房地产 因为它浮动得太快 升值得太快 也跌得太快 那变了很多短炒的投资者 那这种 这种投资者来说呢 如果他手上的物业的话呢 他们是 不急着去放手 因为他都知道 市场始终会反弹的 毕竟我们这边的供应真的不太多 那多人多那边可能供应多一些 但是这边 B.C省呢 其实真正来说 一个低落平原的土地呢 不算多 那我们 如果你开车去 澳洲里啊 或者Lanning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农地 但是政府也都不会开发给大家 去做这个房地产的 那所以 供应不够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变成了房地产 是一个稀缺的产品 屋主也都明白这个道理的 那在短炒的投资者来说呢 其实他们永远握手 卖的时候 他们就 可以放盘 但是价钱呢 他们不肯降 不肯跌 不肯让步 那我们都最近 都帮一些买家去 觉得市场是一个好时间 帮他们进入 但是始终都是跟这些买家 谈谈的时候 这个屋主也不是很让步 除非那个屋主 是另外一种的 一个用户 譬如他不是投资的 他反而是一个 一个 买物业来自住的 又或者是需要去换屋的 譬如说 他卖了一份 他卖了一份 就想换到townhouse 那他一定要卖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反而觉得 我买一个townhouse 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 需求低了 少了 多人争 少了些人争 那变了他反而就会让步 那所以其实呢 换屋那种的屋主呢 就反而是让步 但是投资者来说呢 就很多时候 可以试试挂牌 但是他不肯让步 所以价钱 就不是那么 那么大的波动 那很感谢你的分析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或者我想 看一下在座几位 那谁可以有问题 问一下Eric的 我问一下Norman先 好吧 好 正说 Norman 你觉得 那个楼市那方面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们会 作出一个 是 保持货 还是 在他已经赚到的钱里面 可能是买一些出去 开始 那因为怕 然后来到的利息上升 你们怎么看 他们会保持货 保持货 跟着 尤其是温哥的话 很多客户 都是手上有很多 家里的物业 不是两三间 是四五六七间 也都 那些客户 甚至是印度人 他们是真的手上有很多 的土地物业 他们买的时候 买得很便宜 那么 他们卖的话 他不会很急着去卖 这些就是投资者来的 他们可以握手 跟着去转卖 又或者是 適合时机去建屋 那这些我们都叫大利主 因为他量多 他们的情况就是 买得便宜 但是就不急着去 虚钱去买 那也都是 同时他们是 可以出租 租金这家温哥的话 突然之间 这段时间升得很快 所以他们都不会说 很急着去放盘 去减价去买 好的 但是如果那些 如果那些 不是那么多人 那么有钱去买 那么多东西 那其实这些都是 很多那些 收入高的 然后跟着 他有多了个钱 他就是投资一些楼花 那些 那些 投资物业 那些 那面对利息 一路上去的时候 那他们你觉得 那个反应会如何 是的 好的 就是最近呢 我们做楼花这方面 其实也是 都挺活跃的 同时 因为你买楼花 是一个 四五年之后的投资 那么 市道其实都会 跟着去走 但是呢 同时就没有了 那种利息的影响 那你就不需要贷款 不需要审批 不需要担心 利息的升跌 那所以 买楼花 他最近 就是 就这么说 那些开发商 就是因为想放货 反而 他们就会有一些 很高的优惠给大家 那 是一个入货 好时机 那这种来说 这种买家 买完之后呢 他们就太担心 贷款 那些影响 那如果 远期楼花 譬如有些 好像Burnerby 就是一些大型的楼花 那些楼花 挺远期的 就是两年 甚至三年 那三年后 如果希望 我如果估计 这个利息可能 都会跌下来 都不奇怪 因为如果 如果通胀受制的话 利息 就会放缩 那到时 再借钱 那可能 利息的压力 就可能 没那么大 所以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 心理上 就觉得 利息升降 也不关我事 我有需要 或者觉得 这个楼盘是值得的话 就去入货 有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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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来说 他们是利息的升跌 他们不会太担心 反而是他们知道 我们温哥华是很多 新的移民楼入来 那住的话 通常都是住一些最方便 和最集中 人气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会反而是 专注投资这种类型的楼花 就是不会担心 譬如说 现在买了之后 遲些会跌 因为楼花这方面 大家要明白 就是楼花这方面 其实那个价钱 其实不会跌 因为 开发商买的土地和材料 去加上去之后 是已经定了一个价位的了 如果它是要 啊 市值跌得很厉害 我要便宜些去卖 那是 不是一个好的生意的判断 他反而就是说 宁愿就hold住 暂时不起 都可以 但是就不会说 会虚钱 反而就是低于这个土地成本 和这个建筑成本去销售 譬如说 有些人说 我买楼花 这块钱太高 或者等再 遲些才去买 可能价钱会跌 其实不是很 发生的这件事情 OK 那么 希臣 Gary 和Pius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个时候 问一下Eric 或者和Eric 讨论一下 Eric 不好意思 你说 Eric 其实 因为房地产禁防撥 过了几年 其实有些金牌经纪 好像你自己 是应该赚到半户半户 因为生意额提高了 大家的客户 肯定在这个方面 就不会太计较给钱 或者是減到佣金 或者是不需要和对方的经纪 给大家減到佣金 大家都很顺畅地买一楼 但是当房地产市况 好像暗了一点 或者是 会不会有些经纪 会愿意在佣金方面 相遇一些 或者是 比如像你刚才说 有些印裔的投资者 他一次过买很多 在佣金方面 会不会有些优惠 让他们可以更加放心 委托某的经纪出去做 如果这个行程做下去 这些究竟是 地产局是 用不用去这些东西 或者是 提不提倡这些情况 但是如果有些 譬如新进的经纪 比较用一些 aggressive 的手法 他们想抢生意的 那他们会不会跟 一些购买者说 我只是收信你这些 或者是有些 double N 的 他们说 如果你不买经纪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房地产 缓慢了会发生的 首先回答一下 你的地产局的移民 地产局其实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我们其实地产局 在佣金方面 是一个 free 的 一个选择 给大家去操作的 另外就是 其实我们房地产这边 其实都是服务的行业 那我自己个人相信 就是服务之上 如果是服务得好的话 那佣金这方面 其实是值得给的话 那么就很多的 大家去给我提供 但是如果是市道不好的 那我们有 某些经纪做得不好的 那到时候 那些佣金可以再商量的 其实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那因为我这个服务行业 都是帮大家的 如果是大家需要 这个佣金方面 有些走赚的话 都可以商量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个理智 或者可以接受的 一个理论 好的 那Garry 那现在到你了 因为我也是新来 那我也觉得 我想请教Eric 你觉得 BC山或者可能 这个地方 究竟哪个地区 可能的升幅 会比较大 或者可能比较平稳 就是不会说可能突然一跌 就会跌了很多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 你说可能有些地区 可能比较集中 或者比较方便 那些人 新移民的人 就会来这里 可能选择这些地方 因为他们 就是会觉得 可能在Richmond 很多超市 或者可能想去一些 購物店 都很快可以去到 那他们就会选择 比如说可能 华人比较集中 那就是这些情况 那你会觉得 这些地区的 的楼价会比较稳定 或者升幅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我们是以将来来看 看下判断一下 看下哪个市场 哪个地区 是比较好一点的投资 或者是买卖 那样的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我们首先知道 现在的市场 就是其实 利息是有升 跟着影响了市场 是 有很多通货膨胀 另外就是 刚才也跟他讲过 移民这方面 其实对我们温哥华市场 很大影响 因为北京 其实加拿大本身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跟着 温哥华和东南多也更加一个移民的城市 大部分的人 移民来的时候 都要是来温哥华 或者是东南多 那当然也都是 很欢迎去到 如果是去温哥华 或者是去 欧尼泊 或者去 去温哥 或者去去温哥 等这些地方 也很多人去移民那边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来温哥 其实呢 很多都是 为了生活 为了家庭 或者是为了 例如讀书 做事 如果是 以这方面来看的话 分析的话 其实是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投资一个 方便的地方 為什麼要方便呢?就是首先有一個人氣旺的地方 就是商場,另外就是吃飯方面的地方 另外就是一個交通方面的地方,比如天車 又或者是一個容易上海外的地方 這幾方面來說其實一直來溫哥華來說是很大的需求的 我們最近的移民其實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諮詢的甚至是說準備移民 或者已經是有溫加拿大的身份 其實回到香港,也都想著又開始有小朋友 想著回來,包括家人都是這樣 其實溫哥華都不錯的地方想回來住 首先想找一個方便的地方 比如說天車,或者是生活方便 購物店,不會需要浪費太多的生活的時間去離開 去開車去很遠的話 通常如果你是來一個商場 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甚至乎是行路去到的地方 那有些項目甚至乎是商場上面發展一些住宅 這種狀況其實來說是一個好的投資 嗯,謝謝 那你只是說,比如Bernaby 從Bernaby的觀點來講 可能就是Ben Wood 如果是Richmond 可能就是圍曉著三路附近的所有的公寓和屋 那在這個時候,Gary有沒有補充 不要補充 等一下Hazen或是有問題 你給我 好 Hazen再問 Hello Eric,謝謝你的意見 我們之前,其實房地產這個題目說了很多次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說有conclusion 就可以說,聚灰禍首的這個樓價禁 其實就是因為政府 因為在於地產商來講 譬如我的客人有地產商 地產經紀 Morwich Booker 那變了 其實我也是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來的 因為我也是做商界 但是變了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 種族和諧的各方面來講 就是在統治上 那麼很多人就說 那你巴黎買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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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買一層樓都不是便宜 打工仔都是分不得 但是加拿大的文化呢 跟美國很不一樣 就是美國是基本主 就是你沒有錢 就不如你醫生你都沒有看 就是是不是 但是加拿大其實是比較 相對來說是比較公平 和相對來說是比較多些社會福利 去幫助一些夾心階層 或者比較窮少少的朋友 但是如果現在的生活的固定成本這麼高 就是那個租金加上那個Movage 那其實解決方法是不是真的唯一的出路 就是政府可以快點批個Permit 快點和譬如市政府和省政府 和主員住民Work together 去發展一些大型的項目 但是說這件事 在這個現時的政制 所謂的民主政制來說 有不可能做的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非常短時的 每四年選一任 變成你整個項目 譬如可跟幾多十億幾多百億 譬如在Chiliway 我整個大型的Mall 有Starbucks 有Bubble Tea 有五十棟一百層的Condo 有Commercial Warehouse 其實如果說這個項目 可能搞一輩子都搞不到 那就變成嚴重的失衡了 變成既得利益者 有兩層樓就在那裡玩了 但沒有樓的那些 永遠就上不了車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來的 那你覺得 我自己不會怪地產商 或者我不會怪炒價 因為做生不是做慈善 你做生意成功了 那就做慈善 所以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罪魁和首 甚至乎本來會不會是覺得 政府根本是有心推高樓價 那就可以坐在那裡 收Property Tax Property Transfer Tax 空屋稅 Vancurban Deong Tax Vis Payulation Tax 還有GST收 那就可以坐在那裡做營製造 不用想怎樣去produce 經濟去support business 就是玩real estate就可以了 尤其是找哥華 西岸什麼都沒有 就是得服務 東岸都可以說有TSX 有金融 有些廠 可以玩一下 貼一下美國做trade 但是西岸這裡好像不多 很得服務 那你們業內的人士 你們的主要意見 會覺得是否真是 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政府呢? 其實呢 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 那其實呢 房地產永遠都是一個供應和需求的差別 我們永遠都是明白到 其實如果是一個市場波動來說 都是看一個買家的量 還有賣家有其他房子拿出來賣 如果是一個市場 在一個供應不夠的情況之下 很多買家去買一個賣家的時候 市場是會升的 那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是了解這個項目的話呢 那就會其實知道 我們溫哥華的市場呢 其實是很受這個供應的影響的 剛才我也說過了 譬如說開車去Suri 其實Suri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來的 我有時開車我都 我經常都開車 去到Suri有些地方我都迷路 那哇 人生這麼大片地這樣 全部都是農地 全部都是很多地 Langley也是很多地 那他們就是會和省政府商量 這些農地 其實他們的ALR 就不是那麼容易開發 以免成為一個住宅 有些這樣的個案 譬如剛剛最近就是 在Langley那邊 有一個項目 就是有一個多爾夫球場 變成一個住宅的項目 也是比較少有的 但其實Hason這個點 其實為什麼說你很對呢 就是因為其實政府 除了就是說 他們可能在 操控了這個房地產裡面 就是這樣 水收裡面可能會有一個得益 其實我另外 覺得更大的影響就是 他們的供應 手上太多的物業 他自己本身的物業 也是批給我們開發商 哪個地方是可以去開發 這個這樣的供應 如果是批得多一點的話 那變成我們的房地產供應多一點 其實是一個好好解決房地產價錢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很多買家在這邊本地 有一個很大的負擔能力 如果是政府可以提供一些物業出來 土地出來 然後甚至是支援給一些開發商 給一些引擎他們 鼓勵他們去賣便宜一些 那其實是幫到買家 去買的時候 也都是賣便宜了 那其實這個方面 我是想過很多次 那希望政府其實可以考慮這一點 因為做了這件事 多些供應的話 自然其實就是多些選擇 那賣家也是 跟供應平衡價錢 反而就會下降 如果是持續一直 一直都是 不是放很多土地出來 批給大家去規劃的話 那長期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反而其實大家 這個話題我可以提出一個良點 就是其實最近 Bernaby有一個很大的重新計劃 去改變他們的OCP規劃 其實已經是二十多年前 有一個叫OCP 來斷領了幾個大的 這個城市裡面的一個小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Metrotown 一個Brandwood 還有一個Lohit 還有一個Highgate 那他們其實最近在考慮 重新把這些土地 周邊那個規劃和用途去改變 那我希望這方面其實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時間差不多要休息 我們暫時休息 回來我會繼續跟Eric說一下 就是溫哥說過 房戶地產的市場的現況和展望 OK 休息一會 等大家一會見 我明白 你看 這就是 看嗎 看嗎 多謝